他在自己自主性的握倒 握下來休息的時候 他就會變成這種姿勢 這個姿勢就是說 他可能有的狗呢 你看他前腳有一隻會彎起來 他習慣性了 我也不曉得為什麼這樣 他覺得這樣很輕鬆 像有的人睡覺的時候 他的手會壓在 有一隻手會壓在枕頭下 有一點輕輕壓 那種感覺很舒服 然後他最主要的特徵 就是他後面兩個後腳 都撇在同一邊 所以我們這種休息 是所謂的 在訓練上是屬於燒息 那我們在參加比賽的狗的訓練 就會比我們家庭權的訓練 要再專業一點 所謂在那個所謂的 比較專業的握倒 他是人面師生的姿勢 那狗活其實要分辨 我很久沒有訓練這隻狗 大概五年 超過五年以上 這種不同動作比較少做 我就從他沒有做 我來弄 告訴各位他怎麼來變化 第一個 狗太輕鬆的狀態了 他就自己 就變成這樣子 你要稍微給他一個緊張感 或者是興奮感 他就會握得很正 兩種方式 我用興奮感來給各位 他現在 他現在也沒有什麼很興奮 他就無聊在這邊 可是他很喜歡球 你看 我這個球跑出來 興奮來了 來 過來 坐 他興奮的態度就不一樣了 握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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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幹什麼 你地很滑對不對 現在沒有給他訓練 要讓他恢復一下 坐 坐下 坐好 握倒 握倒 你看 他現在連握倒都比較慢 因為你不常練 就會變成這樣 好 這是標準姿勢 你看 他平常的 剛剛的休息是不一樣 那我們讓狗 要恢復這個姿勢 就是 如果你要參加那個服從競賽 或是讓他感覺說 這個狗的訓練 就是很專業 這個不是隨隨便便 不動 你如果沒有常練這個馬步 那個狗的那個 muscle memory 他就會記憶成那種 稍息的狀態 所以 我們要讓表演之前說 我們的狗 有訓練有數 這樣的 馬步 就像練國術一樣 要蹲一段時間 讓他知道說 你看他現在精神抖手 有沒有 跟他在那邊混不一樣 他因為知道 等一下會有一個球 你看 不動喔 不動喔 等等 讓他是一個馬步 後腳兩位 欸欸欸 你看他現在歪掉對不對 我告訴你怎麼弄症 欸 好 喂 我倒 欸 不對 我倒 我現在不用肢體來弄他 用口語 讓他知道有個緊張感 我倒 我倒 好 這個是 沒有用肢體法 就是 用一點緊張法 他就會恢復到這個 狗狗比較緊張的狀態 可是他其實他也不害怕 他只是說 欸 你怎麼還不趕快給球 球給我 所以我要讓他這個馬步 變得 稍微適應一下 好 怎麼 狗可以變成稍息喔 你看喔 休息 有沒有 我比這邊 他就休息到那邊去 有沒有 各位有沒有看到 好 再一次齁 欸他又恢復症了有沒有 我沒碰他喔 我現在 我現在我要往另外一邊 休息 欸 有沒有 有沒有 那狗還是記得 我以前教過他 五 他的 呃 七八個月我就教過他了 只是我根本就沒有練 已經 呃 大概從五年前就開始不練這些東西 所以他一下子就有一點疏忽掉 他其實都沒有忘記 有沒有看到 我們教狗狗的東西 在建立強化中 他事實上都理解了 只是你久沒有練 他就認為說 我幹嘛這樣子 因為兩腳這樣子蹲喔 力量 呃平均的話會比較痠 確定 您 谢谢大家